欢迎大家收看汽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你的00年代的车值一大笔钱吗? 特斯拉在一座大城市推出了一项拼车计划 乘客每次只需支付2美元的费用 以下是该公司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 投诉指控州警方丢失了被没收的SUV 特斯拉的Cybertruck吸引黑色星期五的购物者进入展厅 男子因涉嫌持有被盗车辆而被逮捕 请大家收看 你的00年代的车值一大笔钱吗?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汽车交易者的数据 包括雷诺梅干纳、福特蒙迪欧和大众高尔夫等 2000年代热门车型的二手车价格有时翻了一番 这些车辆的价值保持得比较好 比起新车和电动车来说 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在疫情后 有大量新司机开始学车 而且那些资金紧张的人不愿意花大笔钱买新车 汽车市场还在从疫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芯片短缺等供应链中断中恢复过来 特斯拉在一座大城市推出了一项拼车计划 乘客每次只需支付2美元的费用 以下是该公司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 雅虎 特斯拉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推出了一项新的拼车服务 市区共享中心DASH设有20多个中心 每次可以有4名乘客以2美元的价格乘坐特斯拉Model Y车辆 除了驾驶 DASH司机还将充当坦帕市7个市区的导游 由于整个车队都是电动车 司机们对该服务的低环境影响表示赞赏 坦帕市市长监卡斯特表示这次推出反映了该市对电动车的日益使用 投诉指控州警方丢失了被没收的SUV 雅虎 新墨西哥州的一名男子正在起诉州警察和一家拖车公司 因为他们在今年夏天的一次交通检查中拖走了他的凯迪拉克 escalade但无法找到车辆的下落 被关押在新墨西哥西北部监狱的Leo Lovato要求获得一万美元的赔偿 或者一辆同型号的卡车 Lovato表示 他的母亲曾前往州警察扣押场地取回车辆 但未能找到 他的投诉还指出 他从未看到过对他的车辆的搜查令或被告知他的米兰达权利 特斯拉的Cybertruck吸引黑色星期五的购物者进入展厅 彭博社 特斯拉在美国几家展厅展示了即将推出的Cybertruck 正值黑色星七五零售活动期间 购物者围着被围起来的卡车拥挤在一起 想要近距离观看 但被告知他们直到11月30日首位顾客收到他们的Cybertruck之前 无法查看内部 特斯拉通过其展厅直接向消费者销售汽车 这些展厅通常位于高端商场 Cybertruck将在特斯拉奥斯厅总部的一次活动中推出 但定价和配置细节尚未公布 男子因涉嫌持有被盗车辆而被逮捕 雅虎 41岁的肖恩 贝洛利在加利福尼亚州尤巴县被逮捕 据称他拥有被盗的车辆和其他财物 警员接到一起涉嫌车辆盗窃的报警电话 发现一辆车与前一天从萨特县被盗的车辆相符 随后获得了搜查令 发现了其他被盗财物 包括一辆多功能越野车 一辆五轮休闲车和一辆商用自卸车 贝洛利被控两项持有被盗车辆罪 和四项持有被盗财物罪 钱曼联有希望的球员斯科特谈论了他的抑郁症 赌博问题并在香港找到了救赎 南华早报 前曼联球员查理、斯科特、查尼斯科特 公开谈论了他在离开俱乐部后 与抑郁症的斗争 斯科特在抑郁症中挣扎 不再享受足球 转而借酗酒和赌博来应对 经历了一年的迷失后 斯科特开始为非联赛球队纽卡斯尔镇效力 并重新发现了对足球的热爱 他后来移居香港为机制队效力 现在正在筹划自己的婚礼 斯科特还利用自己的经历 帮助其他与心理健康问题斗争的人 这匹野马在他的马圈中脱颖而出 华尔街日报 UPS司机达弗尼·诺里斯 分享了他对野马车的热爱 是如何从他父母的车开始 并最终拥有了一辆1965年款的敞篷野马 和一辆2019年款的福特野马 Shelby GT350R 他在有孩子后 将1965年款的野马 放在一边后进行了修复 在他50岁生日那天 诺里斯找到了一辆2019年款的 GT350R 并购买了下来 他认为 驾驶这两辆车 就像是天壤之别 不到10美元的黑色星75特价 几乎太容易 让人冲动购买了 价格从6美元起 雅虎 这篇文章列出了亚马逊上一些最佳黑色星75优惠 价格都在10美元以下 这些优惠包括 Fit Plus Power Grip抓取工具 Hasbro Gaming Connect 4 Sea Legend干衣机通风管清洁工具套装 Marvel Gel棉质 睡眠眼罩 Ultar汽车垃圾桶带盖和储物袋 Pure Dyke汽车清洁凝胶套装 硅胶AirTag保护套钥匙扣 4件装Being Envy手持式奶泡器 Breadboard带遥控器的照片加串灯 Kizem IP100数字肉类温度计 Tosas大号发家 8件装 Beaky化妆海绵套装 5件装和GuaSha面部工具浴石滚轮套装 这些产品涵盖了家居清洁 美容和游戏等多个类别 文章指出 这些优惠非常适合作为小礼物 或者白相礼物的选择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来聊聊 关于汽车的一些新闻 首先 根据汽车交易者的数据显示 像雷诺梅干纳 福特蒙迪欧和大众高尔夫等 2000年代热门车型的二手车价格 有时翻了一番 这些车辆的价值相对稳定 比起新车和电动车来说 这一价格上涨的原因是 在疫情后 有很多新司机开始学车 而且那些资金紧张的人 不愿意花大笔钱买新车 汽车市场还在从疫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芯片短缺等供应链中断中 恢复过来 接下来 特斯拉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 推出了一项新的拼车服务 乘客每次只需支付2美元的费用 这个服务由特斯拉的Model Y车辆提供 而且这些车辆都是电动车 对环境影响较小 这次推出反映了该市对电动车的日益使用 另外 有一个男子正在起诉新墨西哥州警察 和一家拖车公司 因为他们在今年夏天的一次交通检查中 拖走了他的凯迪拉克 Escalade 但无法找到车辆的下落 这个案例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也提醒我们 在执法过程中 应该严守程序和保护公民的权益 还有一则新闻是关于特斯拉的Cybertruck 它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在美国的几家展厅 展示了即将推出的Cybertruck 但消费者只能在11月30日之前观看外部 内部则无法查看 这个新车的定价和配置细节尚未公布 但显然它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此外 还有一则关于一名男子 因涉嫌持有被盗车辆而被逮捕的新闻 这个案例再次提醒我们 要遵守法律 不要参与任何非法活动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足球和购物的新闻 前曼联球员查理 斯科特公开谈论了 他在离开俱乐部后与抑郁症的斗争 并找到了自己的救赎 同时 雅虎还列出了一些亚马逊上的最佳黑色星期五优惠 价格都在10美元以下 这些新闻让我们看到 人生中的低谷并不是终结 而是重新振作的开始 总结来说 这些新闻中有些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有些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笑声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 我们总是要保持一颗开放和乐观的心态 希望大家也能对这些新闻给出自己的看法和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